欢迎收看今天的文谦事业之报 不管全世界现在发生多少事情 每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都有一个关键字 World Cup 世界杯足球赛 巴西本来是足球王国 是过去世界杯得到最多冠军的国家 这次得到主办权本来举国狂欢 随着巴西最近这一段时间 第一个是他的经济衰退 因此带来的贫富差距 而且也因此带来他的货币贬值 造成房地产的大声 在这次足球赛开幕之前 不断的发生抗争 但是千呼万唤 世界杯足球赛如其开大 连原来发生军事政变的泰国 军方为了取悦老百姓 本来得到世界杯转播赛的电视台 要付出很高的金额 但是泰国军方说 不准你独家转播 你必须提供给所有的电视台 穷人高兴的要命 认为这是泰国政变 送给他们的一个好礼物 珍妮佛罗培兹和嘻哈斗牛梗演唱主题曲 把2014年世界杯开幕式带入最高潮 圣保罗哥林多人球场满满六万名观众 欣赏了一场融合巴西多元文化特色的表演 四年一度的足球豪门盛宴 睽違64年才再度回到足球王国巴西 赛前抗议几乎成了这个南美国家的全国运动 各团体百家争鸣表达诉求 但当比赛哨音一响起 球场内球场外排山倒海而来的兴奋和狂欢 淹没了多数抱怨反恨 开幕式结束后两小时 紧接着登场的就是地主国巴西对战克罗埃西亚 没想到巴西对后卫大搞乌龙 意外把对手的球提入自家球门 免费奉送克罗埃西亚一分 让全场的黄绿大军几乎心脏并发 幸好森巴军团迅速整顿军心 被誉为球王比利接班人的内马尔 上下场各进一球 中场巴西以3比1夺下首胜 让球迷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球场 由小比利之称的内马尔 在世界杯第一场比赛就迷倒了全球 也证明自己是巴西最棒的球员 中道主巴西这回能否拿回第六座 世界杯奖杯 球迷无不把希望寄托在年仅22岁的 前锋内马尔身上 第一次出战世界杯的内马尔 在球场上将遭遇不少身经百战的前辈 像是当今最伟大的球星 葡萄牙的果角西罗 和阿根廷的梅西 这两位帅气破表的足球金童 包办了近7年的世界足球先生头衔 魅力更从足球场上无限延伸 名利双收不说 女友也一个比一个辣 六月号的西班牙版Vogue 封面人物正是西罗和他俄罗斯籍的超模女友 在照片中 他大方秀出苦练的人鱼线 靠着球场上的绝技和性感身材 西罗身价估计达1.5亿美元 一家运动行销公司最新调查显示 西罗是最具行销魅力的足球员 全球超过八成人口都认识他 27岁的梅西紧追在后 他身价估计1.8亿美元 就连信心内马尔也被内裤商向重 目前他身价估计1300万美元 以他串红的程度看来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看热闹之外 球迷更要看门道 本届巴西世界杯共有32国参赛 场馆分布在12座城市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这个场馆 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球场 这几乎是足球的精神之家 64年前 巴西第一次举办世足赛 地主队正式在这个球场决战乌拉圭 结果巴西人却未能在自家土地上 见证风亡的历史时刻 眼睁睁看着乌拉圭抱走了冠军杯 64年后 本届世界杯决赛地点 同样选在马拉卡纳体育场 不过如今他已修建的更巨大华丽迷人 摔腿的马拉卡纳体育场重建工程 从2010年展开 预算也从原本的3亿美元 暴增至5.3亿 巴西人无不忠心期盼 这回国家队能摆脱64年前的恶梦 把金杯留在自家 足球不愧为巴西的全国运动 海滩上城市街头巷尾 都可看到有人在踢足球 里约热内如著名景点 基督山脚像 是巴西恶民招账的贫民窟 卖不起昂贵球鞋的孩子 光着脚照样做着足球梦 黑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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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大 黑... 黑了 university 水 尽管面臨種種障礙 開幕式依舊順利結束了 而巴西贏得了首戰 更讓好幾百萬球迷陷入狂歡 姑且不論種種爭議 籌備了七年的世界杯 這一天是屬於全球全民的